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說到財產 哇 我們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Lala你阿公是很有錢的人 對 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多有錢 那時候阿公是澎湖人 然後阿嬤是就是把我阿公 那個叫什麼 澆湖人 你如果說是去澎湖的 對 中澎湖路追到臺灣 然後那時候我聽媽媽講說 奶奶是非常有錢 可是因為很愛阿公 所以他們是共有財產 然後在阿公過世之前 他把所有的財產分給 包含我爸爸是五個伯伯叔叔 然後跟三個姑姑 總共八個小孩 你阿公生了五男三女 對 五男三女 總共八個小孩 然後一個人大概有三到四棟房子 這麼多喔 很多 然後因為我之前是高雄 高雄市沿城區的人 然後就是我們養長寶德郎 都知道我們姓蘇的 就是大家族都很有錢 這樣子在阿公阿嬤的年代 可是到了我有 就是我出生之後 我就沒有感受到這些 都是媽媽跟我講說 他聽爸爸講的這些故事 然後因為阿公把財產分配給 那個孩子之後阿公就過世了 那過世之後 像一些姑姑跟大伯 他們都長期定居在國外 就很少回來看奶奶 然後甚至過年我也不見 每個親戚都會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奶奶很孤單 有時候聽他在跟親戚朋友聊天 他們都會唸我奶奶說 你就是太早把財產給孫子 會害怕他 所以他們就很少回來陪你 對 然後我阿嬤就會笑笑說不會啦 因為他們長大了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可是其實我都看在眼裡 就覺得奶奶很落寞 對 然後後來過沒多久 可是你這國外 到底是好還是壞 就不回來 很多都不回來 還是要回來 不就大部分人都不回來 對 你媽媽不是這樣 好險我爸爸他就是賭博賭博 就把三棟房子都賭輸了 然後他就沒有地方去 對 然後在我出生之前 他就把房子都賭到賭光光 然後就破產 然後沒有地方去 我奶奶就想說 不然你就回來住 那我們就是一家人還可以互相照應 所以爸爸是因為沒有地方去 然後就跟著奶奶住 所以還好奶奶還有 還有我媽媽還有爸爸 這樣子照顧他 而後來爸爸就是 我覺得他太幸福了 他從小就沒有吃過苦 從小就有這些財產揮霍 所以他在中年就是破產之後 他也不想要努力工作 他就叫我媽媽去工作 然後我媽媽如果賺的錢少 他喝醉酒就會對我媽媽家暴 那長期我媽媽受不了 在我國二的時候就跟他離婚 那時候我爸爸說 要離婚可以 可是要給小孩教育費 然後就跟他要了四十五萬 然後我媽媽就東湊西湊 還跟外公借 跟舅舅借好不容易 湊到四十五萬 想說OK 因為我要離開 我擔心我的孩子沒人顧 所以就把這四十萬 給我爸爸 然後後來 那是離婚的條件之一 對 離婚的條件 然後後來 去破產 去喝酒是他 家寶是他 結果你媽媽還付錢 他才要離婚 因為你給錢才可以得到自由 在那個年代是這樣 然後 高先生這樣學起來了嗎 不要亂學 這不好 我很想要替他把他爸爸獻水費 然後後來媽媽就想說 我們應該就會比較安定一點 沒想到他就看到我去美髮院 當洗頭小妹 然後才知道原來他給爸爸四十五萬 其實不到三天又花光了 因為他欠了很多賭債 然後又再繼續賭 然後所以一夕之間 就把那些四十五萬也花光 然後就問我說怎麼辦 家裡沒有錢 然後爸爸去公地打工會很累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小時候母親就很強 我就說他你會累 不然我去工作好了 就很白癡 那時候才果餓 就把家裡的重擔都攔在身上 那時候我在美髮院當洗頭小妹 十四歲 然後家裡又到餐廳打工 就一直存錢 像我每天都捨不得吃飯 我都吃老闆娘剩下的便當這樣子 不然就是那時候巴勒很便宜 一顆好像才一塊 然後還有土室一條 這麼大條才十塊 我都把它冰在冷凍庫 就是我很節省這樣子 把餐費省下 一個月還可以省個一兩萬 就可以負擔家裡的那個房租 那因為我們本來住奶奶家 然後奶奶過世之後 那個房子其實是 對對對 是小叔的 所以我小叔就說 那媽媽走了 那你們也該搬出去 對 那其實我覺得 房子是小叔的 他好像也沒有錯 可是對於爸爸來講 他就會覺得你很不顧兄弟情義 我們現在家裡就是這麼落魄 你還硬要把我們趕出去 反正他們兄弟就還吵得蠻嚴重 可是我那時候還小 我根本什麼就不懂 後來我們搬出去之後 就變成都還有房租的壓力 所以我就出去工作 對 然後那時候爸爸就覺得 我當洗頭小妹賺的錢很少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個子小 這樣子我們以前小時候是坐洗 所以那泡泡都會流到手肘 就整隻手是關節到手肘都爛掉 那時候我都騎腳踏車 只要冬天一煞車 就十個關節都會爆血那一種 對 暖掉了 對 都爛掉 然後本來想說 爸爸就是很常這樣子看著我的手 那如果是過年前 那種洗頭小妹真可憐 可是我們洗一顆頭兩倍 多年的時候 對啊 兩倍 那個是什麼辛苦錢啊 你是用你的手 然後又暖掉手肘來 是也沒錯啊 可是就是一顆頭接一顆頭 有時候還有那個 二十塊五十塊小費 就滿開心的 是 就很認真在那裡洗頭 很容易滿足啊 然後過年都很自願加班 那時候洗一台頭多少錢 過年是 二十五塊 二五 對 然後兩倍就五十塊 有時候還有紅包 五十塊二十塊 就這樣子蠢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對 對 然後那時候爸爸就看我的手 我就想說他是不是心疼我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你這樣賺錢 太過程蠻 我有一個朋友 他做的兒子都會去 背人手歌 那那個阿伯 其實人都很好 你就背他手歌 然後背他冷茶 這樣就可以賺很多錢 就是比你現在 就是洗頭店還好賺 那時候才十六七歲 我就很傻眼 我說可是我唱歌很難聽 我說我不要唱歌給他們聽 我唱歌很難聽 然後我說我不要去 然後我爸爸就很生氣說 我怕你去 你不去 你真的是去你很不容易 就罵我 然後我就覺得 很納悶 怎麼會這樣 我就去跟我媽媽 說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爸媽離婚 我還是很常 就是跟媽媽聯繫 然後媽媽就說 夭壽 他要把你帶去 背人唱歌 可是我還是聽不懂 那是什麼意思 後來媽媽就覺得 這事態有點嚴重 他就去跟我爸爸談判說 其實現在小朋友也長大了 需要媽媽在身邊顧他 還是讓兩個小孩 給我接過來住 然後爸爸就說 喔 好 你要小孩可以 那再給我多少錢這樣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這幾年都沒有顧 都是姊姊在養家 你還要要什麼錢 然後因為媽媽在菜市場工作 我爸爸就去菜市場亂他 天啊 對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因為那個年代的女人 覺得離婚很丟臉 那我好不容易在菜市場 有一個立足之地 你還要來亂 所以媽媽那時候 就憂鬱症很嚴重 然後哭著跟我說 對不起 不能接你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媽媽好可憐 我就跟媽媽說 好 你不用擔心 我去跟爸爸談 以後要什麼錢 都來跟我要 你就不會那麼辛苦 因為那時候我看媽媽去 看那個精神科啊 就他每天都要吃安眠藥睡覺 然後還會夢遊什麼 就是我自己是很心疼的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 我去跟爸爸講了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到現在 也二十幾年 都是我在照顧爸爸 那中間除了幫他還賭債 然後我結婚離婚之後 我還是繼續養他到現在